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年特别节目《山河寻奇》 敬请关注 俗话说得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 就会有什么样的民风民俗 有的看上去挺奇特的 奇风异俗背后 就体现着老祖宗的生存智慧 比如说一方头巾 无非就是遮风遮阳 党与擦汗吧 可是呢 这么往逐利上一寄 就塑造出一个神秘的慧安女 哪怕是你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头巾往宽颜帽外面一戴 也会有人叫你慧安女 如果配上短巾小袄 宽腿短脚裤 平底绣花鞋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慧安女了 那么您知道这些神奇的服饰符号 背后的故事吗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福建慧安 看看那里的海 看看那里的沙 还有那里的鱼和那里的港 也看看这大海沙滩渔港之间 勤劳的慧安女 怎么在辛勤的普通劳作中 创造了神奇的民风 创造了打动天下人的奇异的美 慧安是一个坐落在福建省东南沿海的小城 这里山海相连 拥有全长192千米的黄金海岸 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放眼望去 暮光淋漓的海面 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走在慧安的拔街上 外来人一定会被慧安女奇特的服饰吸引 金黄色的斗笠 层层叠叠叠的花色围巾 蓝色的短上衣 绣着各式各样奇异的花纹 黑色的裤子又宽又长 成为慧安海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风箭头 民主度 节约山 浪费库 一首大有诗便将这种服饰的特征 概括得淋漓尽致 随着慧安女服饰的名声越来越响 有许多研究者发现 这些服饰的花纹 不仅融合了诸多中国少数民族的元素 还能看到明显的汉文化特征 在慧安的山与海间 为什么会诞生如此奇异的慧安女服饰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 厨房是解开慧安女衣着风俗的一把钥匙 慧安女都是操持家务的能手 她们几乎都会做一种点心 猪仔果 猪仔果以红薯面为皮 以花生和糖为馅 但外形却很像北方的饺子 这种不用面粉包的饺子 并不是南北饮食文化中的巧合 而是一千多年前南下的北方移民 对故土思念的寄托 西晋默念中原动乱 大批近身势大幅南下 实称衣冠南渡 迁徙的人中 有一部分人一直往南 来到了这里 眼前的大海让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 他们用这里特有的花岗岩建起了一座海边新城 融合了丰富的中原建筑风格 于是这里成了南千人新的家乡 但是海风吹不散他们对故土的思念 每逢佳节 惠安人还是习惯吃上一顿北方的水饺 可是惠安临海 土壤多时而贫瘠 不是以小麦的生长 据说 是聪慧的惠安女子破解了难题 她们以红薯粉为皮 行似水饺的珠仔果就诞生了 它也是惠安人迁徙历史的印记 惠安女的服饰也在漫长的迁徙定居过程中 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元素 临海定居 则为惠安女服饰的演变画上了点睛之笔 远道而来的中原人 不再能通过耕种获得足够的食物 男人们必须出海打鱼了 女人们便承担起所有岸上的工作 她们甚至要下海劳作养殖海鲜 海边风大又要经常下水 长长的衣袖十分不变 于是惠安女便在衣服上做了改变 像我们包的这个头巾嘛 头巾在海边劳动的时候 它可以挡风挡雨 然后防风沙呀 还有我们这个衣服做得比较短 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 对这个小卦 对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劳动 你看经常在海水里面要下海弯腰 做一跃的时候经常要这样下海弯腰 所以衣服做得比较短 你再弯腰在海水里面 它就不容易进失在海水里面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裤子 裤子为什么这么宽松 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嘛 也是因为海边劳动的原因 要在海里面啊 在水里面干活 所以我们做得比较宽松 也就比较方便捡起来 捡到大腿上 这样你再下到海水里面 裤子也不容易进失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风 如果是不小心弄湿了 风一吹一吹的 它心飘飘的 它很容易进失 惠安女奇异的服饰风格 就在这一次次的环境改变中形成了 向右看齐 向右追 惠安女身上散发的独特魅力 也在迎接生活的挑战中 获得了绽放 虽然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惠安女的故事 又让这句话有了新意 一方的劳动人民 会给一方水土 创造出一方民风民俗 一方民风民俗 也会给一方水土 增添了奇异的地方景色 而这些处处体现着人类的生存智慧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南的深山 凤仙花 花瓣的颜色非常鲜艳 但是呢 在贵州 一个叫独山的地方 这凤仙花呀 却有了另一种奇用 做一种当地特色的美食 叫做独山三酸 这个三酸可有讲究了 一大早 欧阳就为今天的聚会 做好了准备 对他来说 这是足以让人兴奋的一天 曾经一起狭乡表演的同事们 终于有机会叙叙旧了 为了助兴 他准备了三酸宴 这可是他与同事们 都难以忘怀的滋味 四十多年前 欧阳曾是贵州独山花灯戏的 一位年轻演员 花灯戏是独山历史悠久的 民间歌舞 将花灯与当地的民间小调相互融合 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 随团下乡为百姓表演 是那时常有的活动 由于交通不便 剧团常常会在百姓家留宿 农村条件艰苦 但热情的村民 总会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 拿出来分给演员们 就是在这里 欧阳第一次吃到地道的独山三酸 我们家端了一碗 就放在我们桌上 大家一看到 真香 那时候汤也没有 就是开水 把开水一泡饭 加盐酸 这样一吃 觉得太舒服了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挺幸福的事情 三酸指的是盐酸 臭酸和虾酸 虽然酸香独特 但使用的材料 都是当地随处可见的普通食材 通过发酵的方式制作而成 因此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三酸成了大山中 人们调剂生活的无二之选 其中盐酸是三酸中的经典 要用到独山出产的青菜 再配以各种调料 关键是 要将调料配比拿捏得分毫不差 而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臭酸则是微酸奇香 盐酸则完美融合了酸 甜 咸 香 各种滋味 这是独山人代代传承的本事 将最普通易得的食材专化成神奇的滋味 独山三酸的出现还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 独山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 气候湿热 湿气容易导致疾病 于是能够脸汗驱失的酸便在人们的饮食中大显身受 除此之外 酸在九月年代还是盐的替代品 独山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 想要运盐进来很不容易 聪明的独山人想出了以酸代盐的方法 解决了缺炎的难题 如今 缺炎已经不再是困扰独山人的问题 但嗜酸的饮食习惯却保留了下来 独山人离不开酸 甚至在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 谁家的三酸味道最好 谁家的媳妇就最贤惠 制作三酸也就成了独山供养的必修客 三酸的制作技艺就是这样代代相传 如今 富足的生活 让三酸更多作为调味品走上餐桌 面对一桌子三酸美食 欧阳和同事们却难忘在简陋的农舍中吃到的那碗盐酸 现在想起来 我们现在觉得太普遍了 不觉得什么那时候真的太好吃了 独山是欧阳和许多家乡女孩美好青春的见证 独山特有的酸味 隐刻在一代代人为生存而努力的集体记忆中 这些坚守和绽放的故事 将伴随古老的风俗传承下去 在未来也许还会发生更奇异的改变 东晋陶渊明写作的《桃花园记》 讲述了一名武林渔人偶遇世外桃园的故事 这桃花园藏在深山里与世隔绝 人们生活富足彼此友好相伴 在那里渔人受到了桃花园居民的热情款待 虽然美丽桃花园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此后桃花园成为了 中国古代文人理想之乡的代名词 在中国中部秦巴山区的汉英县 堪称是世外桃园 最有趣的是这里的人并不以捕鱼为生 而是耕种水稻梯田 事情齐就齐在这儿 古秦帝汉英县一直以汉做农业为主 就算有梯田应该也是种麦子 怎么会出现种水稻的梯田呢 更奇的是这片梯田从清代就有了 面积还真是不小呢 开秧节是陕西汉英凤燕古提田插秧前的活动 人们唱花鼓开秧门 喝开秧酒 祈祷一年风调雨顺 粮食丰收 汉英县 汉英县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秦巴腹地 汉英县的凤燕古提田 就藏在这山林之中 连片面积达八平方千米 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干杯 好 夏天插秧了 好 传统的插秧方式 是在层层梯田上扯秧玉苗 拉线定矩 牵牛离地 开秧门仪式结束后 村民们热火朝天地插起秧来 这种古老的记忆 一直被当地人坚持着 到现在成为凤燕古提田 一道独特的风景 古提田以水稻种植为主 这与自古以来 都是以汉农业为主的汉英 其他地区截然不同 有着鲜明的南方耕作特征 而汉英在历史上 却是一个陕西文化特征鲜明 而浓郁的地区 抗抗魔 就是陕西有名的小吃 在汉英随处可见 它曾经是从汉英走出的士兵 与油伤随身携带的干粮 现在则变成人们调剂生活的小零食 这种用小麦面粉和油制作的食物 色泽金黄 口感酥脆 沈兰蒲从16岁就开始制作抗抗魔 他的手艺在汉英 可谓百里挑衣 虽然现代化机械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制作记忆 但沈兰蒲始终保持着用上下两层碳火烤制的传统制作方法 除了传统的制作工艺 要让抗抗魔更为香脆 还需要另一种食材 凤燕古梯田的菜籽油 当地人都觉得 只有古梯田的菜籽油最香 沈兰蒲也一直坚守着这个风俗 但是在二百五十多年前 凤燕古梯田并不存在 那时这里只是一个荒凉的山坡 是谁把南方的水稻梯田带到这里来的呢 了解汉英皮影戏的历史 或许就能解开这个谜题 皮影戏在陕西流传已久 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但在汉英 皮影戏的唱腔比较独特 内行人很快会听出里面有汗调的元素 李冰是当地著名的皮影戏演员 他有一个拿手的绝活 就是能在皮影戏中 以汉调二皇为唱腔 还融合巴山芳岩 湖广音韵和西南明月 将火灵火线的皮影和高音唱腔 融合在一起 为人们带来绝妙的戏剧体验 汉调 从清代起形成于湖北一带 皮影戏用汉调为唱腔 与秦巴山区和湖北一带有关 明末清楚战乱纷扔 为了扩大农业生产 安置流离失所的居民 清政府将湖广地区的人民 逐步迁移至四川闪南 楚地文化由此进入汉阴 为这里古老的文化 注入新的火力 凤燕古梯田 就是这个时候建造的 他可以说是明清大移民 在汉阴的一个浓缩 不是家族 他们是在明代江西田湖广的时候 迁到湖南的长沙 在清代前冬年间 他又从长沙迁到了汉阴 浓缩了中国移民史江西田湖广 湖广田川山 这么一个实践的跨广 凤燕古梯田的田园风光中 纵落着一座明显是南方风格的建筑 吴家花屋 绿树鲜花之间 矗立着粉墙带瓦 有中国南方的灵秀之气 花屋的装饰也是湖南风格的 这个桃表示寿 这个圆圈表示的是钱 湖南人把钱和权不分 那双钱就是双权的意思 整个这个窗子的寓意就是 福寿双权 公元1756年 从湖南辗转迁徙至汉阴的吴尚西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最初他的工作是伐木 但吴尚西觉得把林木砍伐完 土地就不能种粮食了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 辞掉了这份工作 来到雁平村 发现这里山岭浑园 河谷开阔 土壤肥沃 一看就是开垦水稻梯田的好地方 但是这里的人们 一直以汉做农业为主 不懂得如何种植水稻 而且这里山脊无水 又为吴尚西引入水稻种植 提出了一个难题 为了不浪费这样一块风水宝地 吴尚西便带领几个兄弟 开荒种田 借用附近凤凰山的水流落差 最终将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记忆 引入了汉阴 不久 水稻种植在汉阴获得了巨大成功 受到吴尚西鼓舞的移民们 纷纷涌入 他们效仿吴尚西的耕种方式 开垦出一块又一块梯田 粮食丰收 经济便得到发展 这里也从当时一块不起眼的荒野 变成了草丰水美的富裕小镇 耕作在这片梯田中 听着飘荡在街巷中的汗调 但是背景离乡的人们 少了些思念雇员的酬序 而接纳了这些异乡风俗的汗音 也在融合传序中 多了新的风景 导致人类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 环境的改变 人类精神活动也会随之变化和丰富 接受变化 积极调整 在有限的条件下适应改变 每当我们愿意这样做时 天地必然变得宽阔 可供我们施展的舞台 必然已经广大 看到生存路径中的多种选择 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这些智慧延续下来 形成了今天我们眼前 一彩分成的人间风俗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地理中国新年特别节目 山河巡奇 我是小夕 再见